水瓶座不喜欢走寻常路 他们喜欢一切非传统的模式 他们革新 喜欢颠覆就有的模式 展显革新 喜欢突破 喜欢表达自我 水瓶座喜欢自己所喜欢的 这句话表化重点 其实呢 不论长相普通 还是颜值过人 不论你是妖娇美美形 还是普普通通性 都有可能成为水瓶座的念人 打动他们的 可是只是 可能只是你身上的某个独特点 因为他们不一定喜欢颜值高的 也不一定喜欢身材 多么妖娇美丽的 多么酿的 没有一个必要的特定条条框框 但是你需要有一些独特的点 能够吸引到他们的注意力 水瓶的世界呢 就是只要他觉得你是最好 最棒的 那么全世界反对 全世界 不管别人怎么说 不管别人怎么嫌恨 怎么说 他都会坚持自己的喜欢 他会觉得 只要自己喜欢自己认为好 就是最好的 水瓶座呢 其实非常喜欢 各种各样类型 他其实都有 OK都可以接受 他的喜欢的度非常多样化 你可以是百变性 如果说你经常在公开场合 和水瓶座互动 你时时刻刻展现不一样的自己 那么很有可能 你会引起他们对你的好奇心 有想探究你的欲望 还有就是很重要一点 是要扩大你的视野 和你的知识储备 你要让他们对你产生好奇 你必须要有层出不穷的话题 去引领他们的思维 吸引他们和你深入聊天 让他们感觉到和你的思维 是非常的有共鸣的 或者是在你的思维上 某一点都起码 让他感觉到 你非常有独特有想法 也就是说 他很享受你 能够跟他轻松聊天的 聊一些很 就是很广度的 各种各样的话题 还有一种类型 是水瓶也比较偏爱的 就是天生带有才气的一心 就是说你身上要有某方面 独特才华或魅力 这样的人呢 不仁以义名 有自己独特的 优秀的点或技能 比如说你会发话 或者是你有天分会唱歌 或者你会写文章 才经过人 反正各种各样的 新奇的 让他们感觉非常有才华的点 独算 他们很欣赏有才气的人 如果你很有内涵 让他们觉得你很有魅力 很有独特 那么就能够引起他们对你好感 其次呢 还有一种内心 他们也比较欣赏 就是虐待神秘感的一心 你可以让他们终于不透 你也可以散发出一种百变神秘的感觉 让他们琢磨 弱极多余的姿态 找过他们对你的好奇心 还有一种类型呢 就是积极阳光类型 脸上泛着阳光的微笑 或甜美的微笑 性格自观 头脑灵活健谈 而且呢 能够和他聊到一起 是很重要的 能够很多时候和他有共鸣 能够非常认同他的独特想法 那么他也很有可能会 认同你的独特想法 他很容易 对这样子的人产生好感 不论你是 我以上介绍的哪种类型 首先你要让瓶子 看到你身上独特的点 让他们在某一个时刻 被你吸引到 欣赏到你的某个点很重要 引起他们对你的好感和关注 而且呢 后期要慢慢的 大家先从朋友开始互相了解 先从朋友做起 随着了解的交自加深 慢慢在过渡到念人 这是很多水瓶念人有友情 过渡到念人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很多瓶子的念经 其实都是从朋友转化过来的 在水瓶看来 真正的感情是需要两个人 互相经过长时间的磨合 友谊的加持才会让感情更有韵味 还有呢 需要大家注意 就是一开始 你不要太过于对水瓶 太过于热情 太过于over 太过于热情 太过于对他好 那么太热情 有时候反而会把瓶子吓跑 很多水瓶呢 常常是交友满天下 好像什么类型的人 他都可以玩 什么类型的 他都不排斥 但是呢 他在这种交友寻寻觅觅当中 他其实想要找的是一个 能够认同自己想法的知己 他们其实呢 内心有很多不切实际啊 或者是一些古古怪怪的一些 在大多数人眼里 是觉得他们古怪的一些想法 所以大多数人可能 并不能理解深度的他们 你如果能够懂他 让他知己 经常进行和他深度的这种交友 慢慢的就会让他 越来越去关注你 喜欢你 所以呢 他们重视的就是精神交流 他们很多 有很多天马行空的 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 很多时候 他们就是需要找一个 和他们有共同这种爱好的人 共同去交流 一个志同道合的 懂他们所思所想的 懂他们千几百怪想法的人 如果刚好 你就是在精神上想法 和他有过敏 或者有不过 能够彼此互相认同 彼此一些想法的知己 那么很有可能 会慢慢的引起 他对你们的喜欢 越来越去 喜欢上你们 水瓶座 终其一生都很渴望 能够找到一个灵魂伴侣 水瓶可能是十二星座里面 最渴望找到灵魂伴侣的 一举导航 很多水瓶在现实生活中 很难找到真正懂他们的人 所以呢 他们终其一生 都会去寻找一个 真正懂他们的灵魂伴侣 如果你能够做到懂他 能够做到像知己一般的存在 陪伴他 和他进行深度思想交流 让他是你为自己的灵魂伴侣 那么他会慢慢一点一点的 深深地爱上你 和水瓶长期相处 水瓶座 希望自己的另一半 能够足够包容自己 性格有包容力 情绪相对稳定 情商高 这是他们欣赏的长期相网伴子的 一些必要品质 因为他们虽然平时爱照朋友 各小朋友都愿意去来往 但其实水瓶内心呢 只有很疏离很明智的一面 有时候他们往往 特别强调个人空间 甚至会间歇性地 躲在自己的堡垒当中 远离人群 不想被打扰 显得冷漠疏离 这个时候需要你做的 就是给他们尊重 信任他们 给他们空间 当他们躲在自己的堡垒当中 休息的时候 你能够学会鼓勵 学会信任他 等待他 当他恢复 走出他自己的城堡当中 和大家互动的时候 他可能又会变成 那个迷心媒 非开开心心的大品质 由于土星和天王星 所守护的水平 有些围区呢 你是千万不要踩的 首先你不要做一个 武力渠道 经常怀疑他们的人 当他们间隙性地 需要个人空间的时候 情绪特别容易崩溃的人 他们是很厌烦的 去失控 其实比你 对他们突然需要空间 的这种行为 表示不理解 反而紧迫盯人 紧迫插岗 缅缓动力 或各种盯着他的举动 或者再没有知会他 窥探他隐私的一些行为 都是他累居 都是他非常非常非常反感 他的隐私被人侵犯 如果你要动他的私人物品 或者要打探他的 某些隐私的话 你需要提前去打招呼 不要背地你 这样紧去私自打探 千万不要总是整天去 盯着他 怀疑他 神经兮兮 时间久了之后 次数多了 水平很有可能会泪绝不爱 然后渐渐地远迷 在水平做的世界当中 他们是需要爱情的 但是更需要自己和空间 所以爱水平教学 会稳定你自己的情绪 多相信他们 彼此给予尊重 之一空间 当水平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他们是愿意放下 自己的骄傲和尊严 他们愿意为对方付出 也很愿意为对方改变 变成对方喜欢的模样 有时候爱上一个人的水平 他可以做到 无法自打 低到尘埃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 你千万千万不要觉得 这一切都是你所当然的 因为如果你不断地 去透支水平 对你的爱的话 那么没有办法 其实回汇和骨气 这个平衡能量达不到平衡 一直这样 单方面的付出 时间久了之后 水平也是会泪据不爱的 所以在爱情当中 一定要懂得互相尊重 互相的交融 其实水平座 是风向星座里面 相对的稳定的星座 因为它们是 风向星座里面的固定星座 在爱情上 是相对认定了 就会专一的 特别是结婚之后 很多水平会变得更加成熟 稳定 顾家 非常愿意给家庭付出 很多人都会感叹 其实水平座 婚前和不结婚之后 会完全变到一个人 完全就是两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表示 回応 回忆